对于我来讲 可能现在还正是一个 要继续去奋进的一个年纪 所以我觉得父母给我的力量 大于说我想去跟他们比较 其实父母本身 他们表达的最多的还是 要注意身体 好好休息这些 对 照顾好自己 对 但是你能感觉到 他们内心深处 我觉得还是要继续往前冲 最近是不是见父母 其实也就挺少的 对 我见父母其实算比较少 因为我父母他们都住在重庆 然后我一般都是在北京工作 然后平时也很少有时间 能够回重庆 我爸妈他们也不太喜欢来北京 所以说我们其实见面的时间比较少 小时候我爸爸就是 他是开出租车的 我小时候就是经常见不到爸爸 因为我爸爸小时候开车 他是开夜班 就是他每天下午四点钟出去 然后凌晨两三点才会回来 然后我上学的时间是早上六七点就出去 然后下午四点多回家 所以我跟爸爸就是 正好时间是相错开的 然后我爸爸只要一休息呢 他就要睡觉 因为他上一夜班其实对身体 他自己也吃不消嘛 导致他身体也不会特别好 所以在就是 在我能够去支撑起家里的一定的经济条件之后呢 我就果断让爸爸不要去开车了 哎呀孝顺孩子 因为真的我看到爸爸就是 他的头发也是慢慢的变白 就会哇怎么感觉一下子 真的是感觉父亲老了的感觉 但是我真的 让他有一个可以放松的时候 然后去好好的跟爸妈去度过他们的时光吧